欢迎来到新闻频道,当您订阅频道时,演员们会很高兴。 迪丽热巴亮相新武林大会全黑系穿搭。 说到迪丽热巴,离开跑男团已经快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了。 不得不说俏皮的迪丽热巴真的是跑男团的另一道风景线。 不管是颜值造型都很有魅力,自从参加完跑男团以后, 迪丽热巴也是越来越受欢迎,影视作品也是一个接着一个。 让人都追剧都停不下来。 充满魅力色彩的热巴一次次惊艳的出现也是充满了看点。 迪丽热巴真的属于那种自带流量的女星,一眼就能辨别。 精致的脸型,端正的五官,美白的肤质,高鼻梁。 虽然在身材上比不上那些高挑出众的。 但是168的身材,穿起高跟鞋还是非常的吸睛,除了演技爆表之外。 在衣品造型上也是非常的惊艳,各种风格轻松驾驭。 角落里,壮色的外套穿搭满满的青春运动饭,搭配修身的黑色小脚裤。 和运动鞋,非常的显身材,一双细细的大长腿很有魅力。 这样的穿搭非常的适合清纯迪丽热巴。 虽然离开跑南很长一段时间了,但是在刚刚亮相的新武林大会上热巴也是参加的。 还曝光了一组迪丽热巴的探班照。 真的是又可以看到许久未在综艺节目亮相的热巴了,让人非常的好奇。 当天热巴也是身穿D&G黑色毛衣,搭配SMFK牛仔短裤和belly运动鞋。 黑色的少女风穿搭,格外的清秀为美,撩人为微卷发型。 下身的大长腿也是很惊艳,巴众身份的皮皮迪又上线了。 不知道是不是第一次参加这样的节目,激动的心情也是无法用言语表达。 尤其是看到迪丽热巴这样的状态淡淡的妆容选择。 一身黑色系的造型非常的有个性,看上去年轻了不少。 这一身穿搭看似简单黑色系,但是带着甜甜的少女饭,一侧微卷的撩人发型。 跟整套搭配非常的般配,上下十分分明的层次感造型也是很玩。 美帝秀出身材比例,整体的线条感也是很匀称,吸睛好看。 坐在严厉的金星老师旁边也是显得非常的可爱稚嫩,一脸的笑容。 迪丽热巴真的是那种让人看起来很舒服的女神,一脸的胶原蛋白。 大长腿都快溢出屏幕来了。 这样的日常黑色系穿搭都能穿出不一样的品味来,很让人羡慕。 迪丽热巴真的是一个造型火一个,多重身份的皮皮迪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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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